一个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团体表示谷歌管理的一些电邮账号遭到黑客袭击 中国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一通知其成员说 一些记者发现他们的电子邮件被发往了一个不明地址 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对于该新闻感到非常不安 并且已经要求中国信息和技术部门提供解释 驻巴黎的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表示 那些窃取电子邮件的人可能是尝试着取得那些和人权国际媒体谈话的人权组织成员的联络信息 中国密切管制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 上个星期谷歌宣布一些他的电子邮件账号受到干扰 攻击来源在中国